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大家請坐 今天是正健 在我們講到開始之前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低頭吐稿嗎 可以 所以的神很感謝給我們這麼好的時間 我們可以聽到 你所用的經文來開啟我們的心 所以神希望你真的可以 打開我們的心靈 打開我們的腦袋 打開我們的所有的存在 希望你可以讓我們 可以接收你的話語 接收你接下來要跟我們講一些話 所以的神希望你可以 藉著你的聖靈 在我身上講出 去給各位特兄姊妹 聽到的一些好的消息 所以的神很感謝你保守 鳳主耶 蘇姨 出名結構 OK 好 大家好 今晚呢 已經傳給各位的基督徒 如果我沒有傳給你 可能我沒有你的電郵 那你問一問旁邊的一個 可以叫他傳給你 因為下面呢 一會兒會有幾張圖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是挺漂亮的 但是有這張圖 先不要看下去 待會一起期待一下 好 好 OK 好 今晚我們講 是關於一個聖經裡面的使徒 一個不是很多人 認識不是很多人 講的一個使徒 是 他就是使徒 安德烈 Andrew 來吧 Andrew 好 今天的題目 勇敢的心 使徒 安德烈 勇敢呢 勇敢是什麼呢 勇敢就是意味著 我們是擁有 表現出我們的膽量 和表現勇敢時候的耐力 有個電影叫做勇敢的心 那我相信大家都沒有聽過 沒有看過 或者沒有聽過 有聽過 OK 勇敢的心呢 其實呢 這個題目就抄了他們那個電影的題目 其實一套電影呢 是出自1995年的 我想有一很大部分人都沒出生 我自己都沒出生的 那裡面呢 有一句名言 就寫著 人不追隨頭涵 而是追隨勇氣 說的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人 其實不追隨什麼剃圍的 好像我們 追隨 追隨 租 其實我們不是看到他 是不是教會的牧師 教會的領導人 而追隨他 我們是看到他的勇氣 他為神做過任何的事 我們才會追隨這種人的 我想問大家 你今天有沒有勇氣 實現你屬靈上的願望 屬靈上的夢想呢 今天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屬靈夢想 未達到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不是神 不渴望給你的 我們去到詩編37章 第四節 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必成全你的願望 我們要學到聖經裡面 使徒安德烈 他勇敢的榜樣 安德烈呢 大家不知道的話 其實在希臘文裡面 是指勇敢 是指有男子氣概 就是男子氣概 其實安德烈呢 他在名字上面 是很勇敢 在實際上面 非常勇敢 但是他在屬靈上面 是更加更加勇敢的 想請問大家 今天有哪個屬靈的形容詞 可以準確地描述你自己 這裡有個例子 是用英文的 我都會用中文來複述 在這裡寫著 Chi the Courageous 勇敢的Chi Demus the Thanksgiving 感恩的Demus Candice the Kind 和善的Candice Livia the Loving 慈愛的Livia 我記得當時我生日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分享 都是我很喜歡笑的 幾個人 其實這個可能描述了 人家怎樣在外界看我 是一個很喜歡笑的人 其實大家想起 耶穌都可能因為 聽到Andre 男子氣概 這個名字 而選了Andre 因為他的名字 真的描述到他真正的性格 不是只有名字 我今天有三點給大家 第一點就是安德烈 是一個有安全感 而不是很敏感 的一個人 再一條問題 今天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讓大家可以再重複 reflect一下自己 和神之間的關係 那這條問題 是你的信心影響了你的處境 還是你的處境影響了你的信心 讓福音 一章35至42節 這裡寫著 再次日 約翰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 他看到耶穌經過 就說 看啊 這是上帝的羔羊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 便跟隨了耶穌 耶穌轉過身來 看見他們跟著便問 你們想要什麼 他們說 老師你住在那裡 耶穌說 你們內看吧 他們便跟著去看耶穌住的地方 到了那一個對著那女 大約下午四時了 他們便住在耶穌那裡 聽見約翰的話 聽見約翰的話後 跟隨耶穌的兩人中 有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弟弟 安德烈 他首先去找那個西門說 我們找到尼塞亞了 尼塞亞的意思是基督 他帶著西門去見耶穌 耶穌見著西門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要改名為基法 基法的意思是彼得 我們看到安德烈 他是施洗約翰的門徒 我們看到施洗約翰 其實是耶穌的表哥 是在耶穌來了這個世界 之前他已經在那裡 耶穌開始傳道之前 他已經為耶穌鋪著 傳道 你看到安德烈跟著 施洗約翰的其中一個門徒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安德烈是其中一個 是第一個或者第二個 跟隨耶穌的門徒來的 也都是耶穌帶了一個 也都是安德烈帶了一個 聖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門徒 西門彼得去到耶穌面前 但是我們繼續下去 看聖經的時候 安德烈是否成為 是否被揀選為 教會裡面新的一個領袖呢 又不是 安德烈帶了他哥哥 Simon Peter見了耶穌之後 耶穌選了他哥哥 沒有減到他 安德烈是否在耶穌的 團體的核心裡面的 內圈成員 幾個內圈成員 其實我們看到他 一開始是跟著耶穌 一開始是 首先接觸到耶穌 他應該是耶穌裡面的核心成員 我們看一看經文 馬可福音十三章一至四節 耶穌走出聖殿的時候 有一個門徒對他說 老師你看是多麼大的石頭 多麼宏偉的建築 耶穌說 你們看見這宏偉的建築了嗎 將來他要被完全拆毀 找不到兩塊疊在一起的石頭 耶穌面向聖殿坐在橄欖樹上 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德烈私下來問他 請告訴我們這些事 什麼時候會發生 有什麼預兆 我們看到這裡 安德烈有時候 Andrew有時候 是在耶穌很緊密的圈子裡 但是我們也看到其他的章節 安德烈是在這個群組的外面 他被排除之外 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 耶穌變形的故事 馬太福音17章1-2節 六天後 耶穌戴著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約翰 暗暗地登上一座高山 耶穌在他們面前 改變了形象 面貌如太陽一樣發光 衣服潔白如光 但我們看到 這裡 安德烈不是在這裡 但是他有什麼反應呢 他有沒有周圍這樣抱怨 周圍這樣不開心 開始沒有了安全感 開始很情緒化地問耶穌 耶穌 你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 耶穌你是不是不再相信我了 為什麼我帶來的哥哥 你和我哥哥一起去 見證著你的變身呢 但是我又沒有得去呢 他沒有這樣回答 那安德烈呢 他在哪裡找到 這份這麼深層次的安全感呢 那說他 是來自他第一位老師 那大家記不記得誰呢 就是施洗約翰 那當耶穌呢 他接管了成為 上帝兒子的先知的角色的時候 約翰只是簡單這樣說了一句 我必須要變得更加渺小 而耶穌要變得更加偉大 約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至三十節 這裡說到 這時之後 耶穌和門徒前往猶太地區 在這裡住下來吸人施洗 那時約翰還沒有入獄 他在靠近撒冷的哀眉也吸人施洗 那裡水多 眾人都去受洗 約翰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 為了潔淨的禮而爭辯起來 於是門徒來見約翰說 老師你看 以前在約旦河對岸和你一起 你為他做見證的那位 再吸人施洗 眾人都去他那裡 約翰回答說 除非是從天上賞賜下來的 否則人什麼都得不到 你們自己可以為我做見證 我說過我不是基督 我只是奉差在他面前預備道路的 取新娘的是新郎 站在旁邊的朋友 聽見新郎的聲音 就會歡喜快樂 因此我現在也心滿意足 他必興旺 我必須美 我們其實要非常非常地讚頌神 因為在我們的門徒的道路之中 好像安德烈一樣 我們都有好像 施洗約翰的一個屬令指導 可以教我們 改變我們自己對神不敬重的品格 令到我們在基督徒的路上 可以變得更完全更圓滿 施洗約翰他教導安德烈 凡事都要盼望著上帝 然後得到快樂 甚至你一切都被拿走的時候 都要因為上帝給了你的東西 而得到快樂 畢竟我們看到 施洗約翰如果你有看過他的經歷 他是一無所有的 他在沙漠裏面吃蝗蟲 喝一些野的蜂蜜 我這裡接下來了 有六條問題 想真真正正大家聽完回去 再思考一下 Come on Jackie 第一條問題 神對你的愛 神對你的生命的計劃 命運和角色 能不能夠令到你已經有完全的安全感 還是你在尋找上帝給你的安全感 以外你還在尋找金錢上給你的安全感 事業上給你的安全感 你的外貌 多靚仔靚女 你的伴侶 找不找到伴侶 或者有沒有朋友 或者家人喜不喜歡你 你是否在其他地方都在尋找安全感 神給你的安全感 是不是開始變得不足夠 你是否在跟上帝 和神 和你周圍的人 作鬥著 為了得到認同 誰做得多 誰做得少 你是不是會覺得 有些東西是你應得的 你應該得到的 或者你有權利 都去得到你的願望 得到滿足呢 如果你在教會裡面 或者在教會外面 你被排除於外 被人遺忘了 人家不懂得去欣賞你 你會不會又覺得 很容易受傷 很不開心 為什麼這個生命 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人和神都對我這麼不公平 你會不會這麼想 你在基督教的生活裡面 是否只是圍繞著你自己 還是你是圍繞著耶穌的角度 滿足你自己的人生的需求 還是滿足神的王國的需求 當你在自己的生活上 你有些東西想要 你有些東西祈禱了很久 你有些東西你應該覺得神是時候回應你了 但是神還沒有回應你的時候 你又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變得不開心 不想再侍奉神 當你看不到 你內心的願望 你的夢想 在哪裡可以得到的話 你的情緒和屬靈上 有沒有開始動搖 開始覺得神 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我很沒有安全感 你會不會這樣覺得呢 那這裡有些實際上可以讓你們再思考的一些例子 Come on Jackie 你能不能夠結婚呢 其實不在於你去過多少次Kingdom Day 不在於你拍過多少次託 不在於你教會裡面有沒有一個對象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想 就算到最終這個都是神的應許 這個是神給不給你的原因 我給大家看一個情況 如果一個很屬靈的姊妹 見到你 有一個屬靈的姊妹 她在神上面 神的身上已經找到很多安全感了 但是你是一個男生 你是一個領導 你在神上面找不到安全感 如果神給了你們在一起 那始終你還是會分開的 因為那個姊妹會覺得你 你也帶不到我 在屬靈上成長的 你還沒有跟我和神一樣那麼親密 我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我為什麼還好像我帶回你 或者再差一點 如果兩個都是不屬靈的 兩個在神的身上都是拿不到安全感 神如果真的讓你們在一起的話 你就會開始在其他地方找安全感 可能在對方找安全感 但是人是會令到別人失望的 是一定會的 是只有神才不會令我們失望 那麼最終你開始在對方找不到安全感 你兩個想繼續在一起 你就兩個會一起走下坡 一起會越來越不想接近神 一起會一起墮落去離開神 在你的職業生涯裡面 其實並不在於你有多努力去工作 而是在於你願不願意在神的眼中 成為一個正義的人 一個例子就是Alvin 我想上個星期日還是星期三 Alvin他跟我們說 他已經有一個Permanent Residence 他有一個永久居民的一個住戶症 但是這個住戶症其實得來不易 他做了六年多事 到最後一個月比較鬆 突然間他沒有了一個簽證 沒有了工作 但是他在這個時間 都繼續想侍奉神 他繼續對神有信心 好 差點 他這六年多 差點就被這個簽證 犧牲了 差點就叫做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他很相信神 到最後很接近的時候 他終於找到一份工作 這份重要不是普通的工作 這份工作是讓他 可以一段時間留在香港 一段時間容許他回自己的家鄉 Jakarta那邊去侍奉的一份工作 或者你有沒有對 見不到果子 或者把握不到 幫人成為基督徒 而失去和神的安全感 大家一定要記住 是神賜予一個懺悔 一個悔改的心 而不是我們 我們做到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plant the seed 就是種一個種子 然後灌溉 然後最終是修成的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弟兄姊妹 很努力地和其他人去查考聖經 查考到可能後段少少的一些study 差點成為基督徒了 但是他們最終都不想成為基督徒 可能是因為生命的一些 家人的反對 或者生命上讀書的一些阻攔 令到他們不想成為基督徒 但是有沒有因為這樣 而你覺得 嘩!好沒有安全感 神 我這麼努力 為了一個人 這麼努力 付出時間 心機 去令他成為基督徒 最終他成不了基督徒 你會不會把你的信心 放在你自己的能力上呢 你會不會把你的信心 放在你做得多少 神 會覺得 嘩!好像是你做了 還是神 是真的 你相信是神 才能給到懺悔的心呢 正如師弟約翰 他教導安德烈所說的時候 除非是天上想試下來的 否則人是甚麼都不會得到的 那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安全感呢 安全感應該來自哪裡呢 首先就是知識 你對聖經有多了解 如果你真的很了解聖經 你很了解神如何看待你 和對你的感覺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安全感 或者你見到神 其實我們想了一層 神比我們更加愛一些不信他的人 神更加想他們回心轉移 去回到神那裡 如果我們有知識 知道神是怎樣去工作 怎樣在一些我們人看不到的情況下 幫他們回心轉移 我們會變得更加更加有安全感 其次就是祈禱 祈禱是一樣我們永遠都不會達到最高的一個點的一件事 我們每天都可以繼續去成長一件事 祈禱我們要給每一個人更加去接近神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把神的意願成為我們的意願 神想滿足一些需要成為我們自己人生想滿足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有安全感 帶來我們第二點 安德烈是一個以解決方案為道向 而不是一個沒有信心的現實主義者 其實成為一個沒有信心的現實主義者 非常非常之容易 我們只要看到眼前的事實 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然後完全無視我們所有看不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現實主義者 那麼很多人在生活上面 最現實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錢 當你被人想叫你去捐款 去做多些慈善 或者幫教會成長去捐款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想 這個就是我賬戶裡面的錢 我都沒有其他 我做的能力是只有這麼多 但我想問 這個是否神只能做到的事呢? 神是否只能給你一份工作 你是緊緊慢慢緊 給不到錢 給不到奉獻 幫不到其他弟兄姊妹 幫不到有需要的人 這個是否我們侍奉獻的神 約翰福音六章一至十五節 事後耶穌道過加利利湖 就是提比利亞湖 許多人因為見過耶穌治病的神跡 就跟隨了他 耶穌上了山上 跟門徒一起坐下來 那時猶太人的如月節快到了 耶穌舉目看見一大群人 向他走下來 就對斐力說 我們到哪裏買餅給他們吃呢? 他這樣說 是想試試斐力 其實他知道應該怎樣做 斐力回答說 就算買二百個銀幣的餅 也不夠他們每人一口 另一個門徒西門比德的弟弟安德烈對耶穌說 這女有個小孩 小孩子帶了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 不過這麽多人 這一點東西實在無際於是 耶穌說 你叫大家坐下 那地方草很多 眾人便坐下來 當時在場的男人大約有五千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後 分給坐著的眾人 然後也照樣昏語 眾人可以隨意吃 他們吃飽後 耶穌對門徒說 把聖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免得浪費 他們便把大家吃剩的 五個大麥餅和零碎收集起來 栽滿了十二個男子 大家看到 看見耶穌行者的神跡都說 這人真是那位要來到世上的先知 耶穌知道他們想強行 立他作王便獨自 退到山上 我們這裡見到設置了一個場景 一個設置了的場景 神 耶穌也創造了奇蹟 耶穌創造了很多其他的奇蹟 有時候 我們基督徒 會變得好像無神論者 有時候 我們拒絕 容許我們周圍的奇蹟去發生 從而去建立我們自己的信仰 大家也看到 耶穌問了匪迪一個問題 但是他其實心裡已經有一個解決方法了 但是他其實問這個問題 是想暴露一下門徒他們自己的內心 考驗一下他們 看看阿菲力 是否準備好擔當更多的責任 於是他就問了菲力這個問題 當阿菲力他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給了一個非常非常合乎邏輯 但是非常沒有信心的答案 我想問大家 你上一次給神的一個非常有邏輯 但是非常沒有信心的答案 是甚麼時候 是上個月 上個禮拜 還是今早早 神經常問我們一些問題 但是他已經知道答案 然而我們可以看看 Andrew他怎樣去回應耶穌 我們看到他其實也沒有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但是他做了些甚麼呢 他就是做了一些容許這個奇蹟發生的第一步 他找了五餅二餘回來給耶穌 讓這個奇蹟可以神幫忙去發生 我想問大家 神現在在你的生命 在問你甚麼問題 神現在在給甚麼考驗你呢 《逆代之相》二十九章十七節 我的上帝呀 我知道你洞察人心 喜愛正直的人 我懷著正直的心 甘願獻上這一切 我也看見你這類的子民 甘心樂意地 將財富獻給你 當我們相信上帝和他的能力的時候 來自上帝的考驗 其實經常都會令到我們歡樂 因為我們看到 開始看到過程和結果 但是我們不相信神的大能 不相信神對我們愛的時候 當這些考驗來的時候 會令到我們非常非常之不開心 願意神一次一次又給我們考驗 他給考驗給試探我們 就是想我們通關 想我們通過 然後學會他真正想我們知道的東西 那今天你的考驗又是甚麼呢 是不是籌集資金 以便去滿足你奉獻給上帝 幫助其他人 或者奉獻出去去傳福音 去建立教會 或者就算是你自己 可以去到一些國際性的教會的會議呢 那這個其實 我又想問了 我們有這些考驗 我們有沒有解決辦法呢 囚集資金呢 我其實聽過很多 在外國的特英姊妹 可能有些不同的香港 可能因為法律上不同 但是在外國呢 他們全部都是做 很多時候做一些卡丁出來 那星期六 星期日 出去賣 賣完之後呢 其實你想不到賺到這麼多錢 是真的賺到非常多錢 那你去公園 有小朋友想吃 但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心 去為神這樣去做呢 有沒有容許這個奇蹟發生呢 第二 就是尋找你的配偶 那尋找配偶呢 最簡單 直接的解決方法 就是傳福音傳多些 因為如果神 在這個國度裡面 例如在香港 如果神在這個國度裡面 是沒有準備一些人 就算想想香港 香港還有幾百萬人 是沒有聽過福音 還有幾百萬人 是沒有成為基督徒的 其實你有很多 很多選擇 但是是不是神跟你說 我想你在結婚之前 我想你找到伴侶之前 我想你學會 不是靜止 愛你所愛的人 不是靜止 愛一些 你喜歡 想和你一起的 一些男朋友 女朋友 而是愛了所有人 神是不是在試驗 是不是幫你 在建立你自己的愛心 是嗎 他可能就是這樣 令到你更加有愛心 更加懂得愛 因為你將來會在愛 其實都是他的子女 是嗎 是嗎 第三 你的考驗 是不是 怎樣去發展事工 怎樣去幫人 成為基督徒呢 是嗎 那第四 就是你的考驗 會不會是 需要找一份新工 需要找一份更加好的工 其實我自己現在都在找工作 我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空缺 或者 神 其實他是在考驗你 專門推遲一份工的時間 令到你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對他有信心 或者 神 是不是已經給了一份工 給了一份工 但是你自己覺得 哎 都不是我想做的 神啊 這份都不是我讀過書的那份來的 神啊這份 我都不太喜歡坐在那裡 我不是很喜歡做這份工 那即使人工是多些 即使時間是鬆動些 我都不想做 我想和你鬥氣 我必定要你找到一份 我喜歡做的工 我才做 神是不是和你 可能已經給了一份工你 可能跟你講 裡面有一個人 我是想你幫他成為基督徒的 但是你就不斷在和神鬥氣 不斷不想做那份工 你是不是在和神鬥氣呢 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三點 安德烈是一個有驅動性的傳教士 他不是一個萎縮的拖延者 安德烈他對自己和其他人 在屬靈上都非常非常有野心 約翰福音一章40至42節 聽見約翰的話 後跟隨耶穌的兩個人中 有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弟弟 安德烈 他首先去找他哥哥西門說 我們找到尼塞亞了 尼塞亞的意思是基督 他帶著西門去見耶穌 耶穌見著西門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要改名為基法 基法的意思是彼得 安德烈他非常之希望他人生中 生命中受到屬靈上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看到他跟隨絲洗約翰的這一點 如果大家看過絲洗約翰 他的生命 他的人生是吃了一些人很少吃的東西 他也住在一些人很少住的地方 如果你看到以前猶太的文化 他們首先怎樣去找一個 他們叫教師的一個教師 他們怎樣成為一個追隨者 他們首先都要有差不多的 舊約聖經的知識 然後去追隨的時候 他們追隨得很厲害的 每一個老師怎樣吃東西 怎樣嘴酌 用甚麼手走甚麼路 他都是要跟隨的 其實以前安德烈有很多老師可以追隨的 為甚麼要追隨絲洗約翰呢 為甚麼要追隨這個這麼難追隨的老師呢 可能因為他就知道 這個是唯一在說真理的老師 他是唯一令到他可以屬靈上有進展的老師 當安德烈一見到耶穌的時候 他就開始分享有關耶穌的事情 我們看到他一開始 不是很認識耶穌 已經跟他哥哥說 我見到基督了 我見到耶穌 他肯定是救世的人 他知不知道耶穌 認不認識耶穌 其實不是很緊要 因為他知道已經足夠了 好像我們今天 剛剛成為基督徒的門徒 我想這裡 我們都沒有剛剛成為基督徒的人 可能有些比較年輕的基督徒 我們身為年輕的基督徒 應該怎樣去跟人傳福音呢 簡單一點的方法 就是分享你成為基督徒的經歷 分享你成為基督徒 有些什麼人生中的改變 分享你學到一些新的 什麼的詞彙 可能是罪 悔改 受洗 屬靈指導 或者你家人 見到你成為基督徒的一些見證 一些分享 你都可以跟別人分享 我們看到安德烈 他其實把所有人 所有不同類型的人 帶到耶穌面前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至下二節 有幾個希臘人也上耶路撒冷過節 他們找到了加利利的白賽大人斐力 請求說 先生 我們想見見耶穌 斐力把這件事告訴安德烈 以人去轉告耶穌 其實安德烈我們看到他 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幫別人歸向耶穌 去衝破了很多不同的將位 我們要記得 在這個時候 不是只有這班幾個希臘人 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都想見耶穌 因為耶穌做了很多神職 個個都想去見證 個個都想去感受一下 我們這裡也看到 其實安德烈 他是突破了種族上 文化上和聖別上的很多障礙 猶太人是很不喜歡希臘人 但是 安德烈他自己的專注是甚麼呢 他自己專注就是專注在神的專注 就是將人家帶向耶穌 他見到的只是見到別人的潛力 他見不到阻擋別人的一些障礙 他知道神是愛每一個人 神是多麼想每一個人都得救的 今晚 我再問你 你是否只是跟一些你很久之前熟悉 你知道他一定不會把你罵回頭 你知道很適合談 很適合水形的人 你是否重複又重複 明知他們是不想跟隨基督 不想學習聖經 你是否重複重複都找他們 你是否重複重複都和他們一起出來吃飯 他浪費時間 叫做 我是跟他建立關係 我是跟他增進關係 但是其實你是自己很懶惰 不夠膽出去找新的人和他們學習聖經 今晚 我們去到下面 安德烈他繼續向數千人去講道 安德烈他被耶穌選中為使徒的時候 他後來五秦節他都和其他使徒一起去傳福音 我們在使徒行轉一章第十三節至二章第四節 可以看到這個經歷 在早期的教會歷史也都和我們說 安德烈他在現在的伊朗全國道 也都一直沿著黑海去到蒂舌柏河 一直去到基赫 基赫我想大家知不知道在哪裡 基赫是Kiev 我想一說Kiev大家都知道在哪裡 其實因為這樣他就成為了烏克蘭、朗馬利亞和俄羅斯的一個守護聖人 因為他們在天主教是有一些守護聖人 是令他們封聖的 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這麼大的角色 我們看到下面其實有一張圖 這張圖就是顯示了大約安德烈他的傳福音的路程 我們留意一下其實這一張圖這麼小 但我們其實都看得到 我們有看過地圖 都知道其實地圖是很小 要走過去或者坐飛機過去是非常非常遙遠的 我們如果要坐飛機去這些地方 起碼都三四十個小時了 坐飛機 但是他以前是步行過去的 或者以前是有些很慢很慢的交通工具 用腳走去 簡單來說就是 可以看到羅馬書十五章二十 我納智指他從未聽過基督之名的地方傳福音 免得我建築在別人的根基上 我再滾下一點 去到F那裡 我看到剛剛講到Kiev 其實安德烈去到Kiev的時候 當時是沒有教會的 當時他是第一個 他是被預言 他去到Kiev的時候 他就把一個十字架 動在基庫的一個地方 這個城市 他亦都預言了 將來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很偉大 成為一個很偉大的基督教的城市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聖安德烈的教堂 聖安德烈堂 其實我昨天看到一些照片 搞到我自己也想去 當然現在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去Kiev 去福克蘭 但是將來有機會 希望大家也可以 再看看 再留意一下 以前教會的一些歷史 我剛剛也 skip了一些東西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請你回去 再可以自己看看 安德烈 他總是周圍這樣講到 這個其實是早期教會的文化 《司徒行傳》第八章第四節 但那些逃往各地的信徒 逃到那裡 就將福音傳到那裡 可惜的是 這個不是現在基督教的文化 很多自稱為基督徒的人 他們都是缺乏信仰 缺乏信心 缺乏勇氣 非常非常之分心 很世俗主義 物質主義 非常非常自私 我想問一下 大家全福音的這個生活 的工作 是怎樣的 上一次 結賭果子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結賭果子 我可能有些不同 少少不同的看法 結賭果子 所以我們為別人受勢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開端 一路去幫弟兄姊妹 就算我們用經文去幫弟兄姊妹 成為一個更好的果子 我們有沒有這樣做呢 還是我們每天都坐在那裡 等別人展示一些經文給我們看 等別人指出我們有什麼進步呢 還是我們是幫助教會的成長 幫助弟兄姊妹 亦都幫助外面的人認識基督呢 結論 安德烈呢 他過著一個很勇敢 很勇敢的生活 他沒有辜負到他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傳統呢 你就會知道 他其實是非常英勇地死的 他臨死之前呢 他跟那些釘在十字架的人 他跟他說 我不配好像耶穌那樣 釘在十字架 那麼他呢 就申請了 釘在一個X字形的十字架 現在就被稱為聖安德烈的十字架 因為他覺得 他不配跟耶穌一起同樣的方式死 人不是追隨投行 而是追隨勇氣 我想請問 今天其他人會不會因為你的勇氣 而追隨你呢 還是你是一個非常之敏感 非常之沒有安全感 非常之現實主義的 和非常耐弱退縮的拖延者呢 我今天給了大家很多很多的一些問題 我也想鼓勵大家 回去再重複看一次 因為太多問題 我想現在講完 未必真的可以消化得到的 回去真的問這些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神 現在神給了些什麼考驗了呢 神想你怎樣去容許祂令奇蹟發生呢 你和神的關係有沒有安全感呢 你是否一個有勇氣的基督徒呢 很感謝大家給我今天的分享 元首有榮譽歸於上帝 乾杯